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真的是不打算藏了 今年过分的暴露 工作室最新的动态又再次发糖 填到网友直呼受不了 杨子在7月9号卡点在10点整发文 称这是生活碎片 然后肖战工作室就在等候了几个小时再发 卡点在13点整 10加13等于23 这个玄学真是牛 首先都知道肖战工作室惯用的卡点时间是10点 现在杨子用了这个时间 肖战的工作室就改成了13点 第二杨子偏偏只发了5张图 不可能找不到6张图来发 就是故意少发一张 而肖战直接大方晒图 满满当当18张 然后是肖战的照片 每一张都呈现紫色的色调 这一次最离谱的是 连头发都染上了紫色 明明他的因缘色是鲜红色 而他今年却全部都选择了紫色 明明是制作广告 却偏偏要插入几张令人心疼的照片 这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啊 有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认为 肖战发布照片是为了引起关注 因为杨子的新电视剧大婚开播 醋意浓烈 今年多次发布图文均带有女性背影图片 故意显而易见 众人正在热议这个神秘的数字23 两者的总和为23 图像的总和也为23 当这个数字频繁出现时 一定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现今的肖战完全被紫色包围 他对紫色依赖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网友询问他是否故意这么引人注目 是因为真的无法隐藏 或者根本不想隐藏了 那就立即发布正式声明吧 确凿的糖更甜 若一个数字偶有浮现 毫无奇异 若经常反复出现 则必有着某种转折故事 不明白这个23到底象征着什么 让他们如此固执 难道在2023年微博之夜上 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吗 那晚 肖战展现出勇气 用自己的行动 对杨子表达了特殊情感 不确定是不是从那次之后 就开始不愿隐瞒 希望他们尽快公开恋情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